刘特佐用归还资产来换取这个脱罪的如意算盘 当然到最后他还是打不响 因为西蒙政府在通话里头是拒绝了刘特佐这些狮子开大口的要求 那今天全国总警长阿杜哈密也向媒体证实 刘特佐当年的确曾经跟西蒙政府谈判 他就反问刘特佐 如果真的觉得自己没有犯法的话 那为什么不改回来马来西亚呢 阿杜哈密就保证刘特佐绝对可以安全回国 自己再向总检察长解释的 那除了跟西蒙之间的谈判内容曝光之外 刘特佐在这个电话当中 还向西蒙政府坦白了伊马公司资金的来龙去脉 刘特佐说 纳吉便称在私人户口里头的42亿令吉 是来自沙特阿拉伯已故国王阿杜拉的捐款 他说这个故事只是说对了一半而已 刘特佐就透露 阿杜拉的确是同意捐款给纳吉 但其实只占了这42亿令吉的一小部分而已 刘特佐就指控纳吉他就索性混淆视听 说这笔款项都是来自沙特国王的捐款 也眼人耳目 而最让人惊讶的就是呢 在这些伊马公司的资金当中 居然有超过一半是花在纳吉夫人罗斯玛的珠宝上面的 刘特佐在电话当中就坦诚要追踪伊马资金的这个下所有的下落呢 最难追踪的部分是罗斯玛购买珠宝的花费 因为罗斯玛长时间以来 购买昂贵的珠宝已经成了家常便饭 那次数已经多到数不清了 刘特佐就估计 这些购买珠宝的费用 起码都会超过5亿美元 也就是差不多21亿令吉 单单购买珠宝就花掉了伊马公司半辅身家 刘特佐在半岛电视台纪录片的通话记录里认为 之前充公行动所获得的珠宝 不过是罗斯玛所购买的金银首饰的冰山一角 让当局听了都忍不住在电话里 再向刘特佐多确认一次 我没有一个公司数据 因为我认为这件事都会发生了 但是我相信 刘特佐透露 罗斯玛的时尚导师 也是新加坡服装设计师的纳塔莎 拥有罗斯玛所有购买珠宝的记录 在纪录片当中也说 纳塔莎在2019年被列为通缉犯之后 从此音讯全无 也增加了西蒙政府 所回伊马公司资金的难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